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要求Listing是FBA发货 现在是自发货Listing一样可以做广告 再到2018年针对品牌备案卖家的标题搜索广告 都揭示了亚马逊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广告业务 说白了亚马逊觉得战内广告是个利润巨大的生意 如图华尔街报统计的亚马逊广告增长数据 2018年亚马逊广告业务的直升机式的上升趋势 也见证了去年大量卖家涌入的现实 我们需要学会站在亚马逊平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平台重视的东西我们一定也要重视 例如Listing转化率高的产品 排名会更靠前 平台的流量也是从YouTube Facebook等渠道购买来的 然后分配给不同的卖家 假设给A卖家100个流量转化了20单 给B卖家同样100个流量 转化只有15单 显然A卖家可以帮平台赚到更多的钱 亚马逊可以拿到更多的佣金 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各种运营方法中都有体现 那么我们一定要让Listing在最少的流量下获得更多的订单 当一条Listing在广告流量的洗礼下 如果表现很差 亚马逊过不了几天就不会给这条Listing流量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广告数据差的原因 这里我就将最常见的原因列在下面 广告开了三至五天之后 Listing没有任何数据 也就是连曝光量都没有 原因有两种 一出价太低 有的人说我出价都2美金还低吗 这和你做的产品有关系 产品竞争激烈 你的竞争对手出价都是2美金以上 你当然没有展现量了 2.主图或者标题 严重错误 图片模糊 标题有错别字等 Listing有数据的话 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原因 1.主图 标题出现严重错误 2.review星级低于三星 原因 1.价格过高 2.listing 文案差异性做得不好 3.review在首页有一至二个差评 原因 1.产品内幕竞争激烈 2.产品售价过高 3.有和产品不相关的关键词 没有否定掉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站内广告分为不同的阶段 在前一至二个月 属于稍前做推广的阶段 不要太在乎ACOS的高低 而且广告讲究一个持续性 很多卖家在这个阶段 觉得广告亏损就轻易的关掉了 之后你再打开广告会 发现花费比现在还高 只有在listing 有15个以上review 参加过两次秒杀之后 才是你考虑这个产品 开始盈利的时候 让你慢慢开 biết 不费量的F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会打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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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取得好 这次查看